以這一題來看 請各位待會開啟那個範例檔裡面的 這個叫人事資料分欄 那這個所謂人事資料分欄 他有點是 幫你怎麼樣呢 把 一個 縱向一欄的資料 把它分成 橫向的四欄 一欄裡面的資料變成四欄 然後呢 第一個 你可以看得懂嗎 應該 這個是完成的結果 所以待會請各位要把這個delete掉 就是 右邊 跟左邊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放在不同工作表 左邊是資料來源 右邊是我們希望看到的結果 那因為呢 我們練習的關係 所以我把它放同一個工作表 那也許將來你是放在 不同工作表 可能一個放在A一個放在B 把它分開來 我們 邏輯需求很簡單 就是1 你會發現喔 他的 B欄的資料 你會發現剛好都 1234 有沒有 1234 1234 剛剛好有結構性的 那也就是說呢 這一欄裡面呢 是 4筆資料 剛好就是一個人 的記錄 OK 那所以你會發現 我如果希望怎麼樣 1234 剛好 放在 1234 下一個就1234 我如果要做出這樣的效果 怎麼做 我們前面有講過了 其實 你可以利用 這個地方其實可以用index 也可以啦 用 Obsets也可以 或用那個index也可以啦 不過v乳函數就不行 特別是你這一題 用v乳函數是做不出效果來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有範圍 可是問題 它是混在一起 它不是說 有什麼編號放第一欄 然後呢 什麼 姓名放第二欄 不是 所以這一題不行 那 可是我要 把資料抓過來的話 當然你如果用index 假設啦 我比較習慣 像上禮拜 我同學問說 老師這麼多個 那我用哪一個比較好 你習慣哪一個 你會用熟悉哪一個 你就用那一個啦 像我自己習慣 我還是常用index 最多 其次的話用index 這兩個 你說offset 用得好 比較少一些些 不是 用不到 但是 如果剛好那個問題 比較適合的話 也許我可以改用offset 好 那我如果用index來做的話 首先你可能會需要有三個答案 一個答案是什麼呢 array array的話呢 那就這個範圍 所以我把這個範圍給他了 好告訴他囉 第二個問題是說呢 那我要怎麼樣呢 抓到的是 第一個 欸特別注意喔 藍特別注意喔 它有三個問題嘛 那這個範圍裡面呢 一定只有一藍 所以基本上喔 最後一個你直接輸入1就可以了 因為他沒有第二藍 所以你抓資料也不可能抓到第二藍的可能性 會有不同的地方其實關鍵就在這裡 Row number 第幾列 藍固定在第一藍 列的話呢 可能就是如果你要抓第一個的話 那就是這個array裡面的 第1列 下一個就第2列 第3第4 第3第4 對不對 所以呢如果說我今天呢 假如呢能夠在什麼呢 在這個地方做變動的話 就是12345678有沒有 也就是每四個為 一個單位的話 那其實我就必須怎麼樣 先把那個東西變出來 那個東西怎麼變出來 我上禮拜有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用什麼 假設1234 5678 其實我們可以用什麼 先用參照裡面的column有沒有 然後呢抓到現在的位置 可是他現在是第4列 第4藍 那我要把它變1的話 我可以把它減3 向右填滿之後的話 再向下填滿 有沒有1234 可是你向下他不聽你的話怎麼辦 沒關係 後面請你加上4的倍數 那根據什麼呢 根據現在第幾列 第2列不加 第3列要1倍 第4列要2倍 所以你就 就可以打個弱的函數 弱 小瓜糊 我習慣自己打上去 那你可以插入函數 減掉他現在所在的列 為什麼因為現在第1次 不用加4的倍數 前瓜糊 後瓜糊 因為先減之後 再乘上每4個 4倍嘛 每4個 跳一個 所以你就乘以4就可以了 OK 那他現在 2減2 沒有 可是3減2 1倍 4減2 2倍 不是剛好符合嗎 這個應該似乘相似吧 我們上禮拜好像有特別講 這個公式 很多地方都可以這樣用 反正你就管他幾籃 幾籃就是後面這個數字嗎 那橫向的編號 有沒有 底下的編號就是幾倍 OK打勾之後呢 向右 向下 有沒有發現 我們大概 讓他到32吧 所以像這樣子 好 那我們做出來了 做出來之後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就產生的index 裡面那個roll number 所以接下來 你可以把這個 把它 剪下來 再插入什麼 剛剛index 有沒有 index裡面的範圍 就這個範圍 不過特別注意喔 他這邊 一二三四到三十二 一到三十二列 然後呢我就把剛剛的這個貼上 這個範圍記得先把它鎖起來 記得按F4 因為我等一下會向右也會向下 所以藍跟列都要鎖 那 column的話一定只有一藍 好 理論上應該是完成 按確定看看 向右 向下 藍寬 自動怎麼樣 自動再把它 調整一下 自動調整藍寬 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全部 通通都 按照我們要的放進來了 有沒有 一藍變四藍 OK 反正一藍變幾藍 規則改一下就知道了 可是問題喔 這個只有第1階段 第2階段還有什麼 前面有東西 有沒有 入職時間冒號 姓名冒號 公號冒號 這些應該是多餘的嘛 所以怎麼辦 你需要把它刪除 那你要怎麼刪除 這個 第2階段 可能就要配合我們 最早那個文字與資料函數 有沒有 那要不就用什麼 用那個 其實用什麼呢 用mid 用fine 用什麼什麼都可以 不過呢 總要找到一個最簡單的 其實我是建議 你剛才用replace replace意思就是我要取代 從頭取代 那取代呢 意思 我們如果給空的話 就是刪除 刪除幾個 其實你可以根據上面的 數字 四個對不對 再加一個 五個 這個兩個 再加一個三個 不就可以把它刪掉了 所以呢 請各位試一下 先把 我們需要的資料抓過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應該可以理解啦 以後如果你要把資料 我想 在eSale裡面常常遇到就是說 你要把 一欄 變成 多欄 還有 多欄 再把它轉為 一欄 反正資料呢 常常遇到的就是不外乎 就是 分分合合啦 合合分分嘛 反正 大概 需要做的這個效果大概是這一些 只是說呢 你要用什麼簡單的方法把它做出來 這一題呢基本上你也可以利用什麼用 上禮拜那個Indirect也可以 Offset也可以 不過我想那些 怎麼做 因為我們也沒有那麼多時間 我想回去如果有時間的同學 可以再利用其他的函數 把同樣的結果也試著做出來 當然除了用函數之外 我們的重點也是擺在VBA 如果我今天用個VBA 我可以跑個回旋 For I 等於第2列 到最下面一列 做什麼呢 把資料搬 抓過來 放到我要放的位置上面去 如果 要用VBA來寫 那 要怎麼寫 這個也可以想想看 反正這些東西啦 如果你 都可以 很順利的 想 想到的 跟你做出來 都可以 隨心所欲的話 以後你再處理 Isail方面的資料 應該 就會非常的得心應手 試一下 用那個 Index 去把 資料搬到 隔壁 從左邊搬到右邊 當然未來如果你有時間 也可以把它分成兩個 工作表 分別除 不 做什麼 我 有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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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